我叫罗曼江 是一名家庄工人 我的父母从事就业工作 在我上学的时候 他们就要求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因此我养成了越多的兴趣爱好 在越多的过程中 我的文化水平也在慢慢提升 接触的客户也越来越多 同时还结交了不少知通道合的朋友 这对我的家庄 实业也有了一定的帮助 现在我也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每天孩子们放学后 我会去学校接他们回家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过饭后 我会带着他们父亲 在学校学过的文化知识 除此之外 我还会给他们通话故事 陪着他们练习写四天 孩子们很喜欢我辅导他们学习 在轻松的范围里 孩子们的学习也越来越好了 我跟孩子们的关系慢慢拉得更近了 我会一直阅读初始自己 继续当好父亲与老师的角色 陪伴孩子们卓撞之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